文化是為人生活當中所累積騎的祝禪 但現代人普遍沒有特別中西 引出南島官文化局特別辦理文資小旅行 來參加民眾頭過多人來了解南島歷史 並就由參觀古籍穿出這座傳統美食 來提供在地文化希望民眾能夠共同來中西文化祝禪 這邊有明星書院 加登園書院 還有藍田書院 為了要來提供南島的文化祝賞 讓更多人實在 南島官文化局的日前特別辦理文資小旅行 比起他們來組各地民眾來這裡作為吃美食 看文化作體驗 我們南島的文化資產可以說是非常的豐富 所以我們特別配合國際博物館日 我們在今天舉辦文資小旅行 活動當中包括參訪稅務出張所 南島戲院 還有藍田書院 以及南投的民權市場等等 也帶民眾們到民權市場裡面去做紅箍櫃 還有做這個漆藝 不管是有形或無形 我想我們都多方面來推廣 感謝我們南投縣文化局在這個國際博物館日 舉辦這麼有意義的南投市的文化資產的小旅行 南投市有很多值得大家一起來探索的歷史故事 也歡迎大家有空多來南投市旅遊 來了解我們南投市的歷史文化 這次的華島特別串聯有形以及無形的文化資產 除了一個小吃 讓來參加的民眾都有很好的體驗 也親自了解到南島的在地文化 我們就在這種退休的生活裡面 我們一直在追求樂領生活 南投這個地方我也是第一次來 那第一次來我感覺很新鮮 很喜歡啦 很喜歡到這個地方來啦 來看看 之後一定會再想 如果說有活動的話 我們也會想過來這樣子 因為我有一本書叫桃鴨 裡面有介紹很多桃器 所以我就是海灘的這個是因為想要看到更多的桃器 也可以那次南投的文化 我還希望這裡還有還有唐師做 宋慈的還有古畫的 文化其實就倉庭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營養很多人並不會特別中心 希望透過這個活動來換切民眾對文化主宣的中心 那所謂的文化其實就是人類生活經驗的累積的總和 那很多呢它是很生活化很庶民化的 但是呢這些因為它是生活化庶民化 所以很容易被遺忘也很容易被摩飾 所以我們希望說能夠透過各種活動 讓所有的民眾大家共同來忠視文化資產 文化的保存是要求大家做回來的努力 也歡迎民眾多多注意南投關文化球的網站 當然要來參加更多的文化主宣活動哦 記者的為定長報道